歡迎來到夜上海 欸你真的很難請耶 在台灣都請不到要在上海才請得到 海外市場 我們難得來到海外的地方 想去哪裡?想看什麼? 我身上 衝山過去 要看偉人需要晚上來看嗎? 但是白天啊 今天呢我們來帶大家看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特別的地方 我跟你講年輕人喜歡 據說裡面的直播主也很喜歡 環境非常的特別 長那麼多呢 跟著我的腳步來看 嗨 很香耶 很香對不對 賣香水的嗎? 有這麼一點點 這個很像南市的禮品店 這邊你看飾品啦 把領帶帽子轉過來這邊的話 感覺就是香水相分 然後一些酒杯 有沒有想到一個禮品? 有 金牌特務的感覺 好像是可以編 對你要吃任務的嗎? 我是一直在出任務當中啊 但是 如果只有帶你來看這樣子 就沒搞頭 那就不是我啦 裡面的話是一個酒吧 嗯 我看不到裡面 哪裡有裡面 怎麼走裡面 就是在這個 書教貨 喔 哇 哇 原來是這樣 謝謝謝謝 這一直走進去嗎? 喔 OKOK 來來來來來 這個太特別了吧 哇 欸這好像這種地窖或那種山洞裡面 哇 有的 現在已經開始在動子動子了 就跟你講 就跟剛剛小哥講的啦 這裡就是酒吧 這個樓梯 很像是哈利波特的場景 一個閣樓這樣 旋轉梯 來來來 一個人 一個人可以過而已 來 哇 越上面越人喔 哇 很熱鬧嗎 而且都是年輕人 對 然後這個酒吧呢 它特殊的是 它有分 二樓三樓 二樓先點酒點的是 比較主於年輕人的酒 到了三樓時候 屬於大人的酒 所以這邊酒精濃度比較低一點 我們要一間一間的挑戰 不過就是因為人太多了 所以要找位子 要等位子 要花比較長的時間 像我們現在來二樓嘛 它要安排到三樓的話 要等到 兩到三個小時 所以我們先慢慢等吧 我幫你們都放這邊 好 謝謝 酒來了 我們的酒來了 酒來了 酒來了 這個 不是酒鬼的 看了酒也很開心 酒吧很歡暗 我們先感謝一下停止好不好 打燈 哈哈哈哈 我來趕快把握時間 先介紹一下我們這次點的四款酒 這個是桂花口味的 這個是芒果口味 這個是荔枝口味 這個是菠蘿口味 這個是菠蘿口味 那菠蘿口味呢 它是最網美型的 光是看 對 光是看外型就知道 非常地浮誇 這是我的路線啊 打開來看 就是一堆冰塊 哇一堆冰塊 哇一堆冰塊 好來看一下 這個菠蘿喝起來什麼感覺 嗯 這是酒 這是酒 哈哈哈哈哈哈 這麼小 因為本人沒有在喝酒 所以也喝不出個什麼酒味來 當然就是有酒精的酒 但是因為這一層強調的就是 是你知道年輕人的族群 年輕人的酒 所以酒精自然不會是太厚 所以是蠻順口配喝的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網美派的話呢 可以推薦你來這邊點這個菠蘿口味的酒 但我是不曉得它濃 幾%濃度啦 不好意思喔 這個是荔枝 可是它可以說服酒精的口感 喔 欸 光是聞那個奶漆就很濃欸 這應該是那個 欸 第一次 有什麼那個 很有名叫什麼 你是不是會醉的 我醉了嗎 我醉了嗎 我跟你講 這口味簡直就是 玉和巴 玉和巴 這個是 芒果口味 艾文嘛 對不對 南部的朋友 艾文 點起來 喔 桂花 欸 喝不到底就是喝到奶泡 最為不曉得龜王是什麼口味 好啦 喝酒要配點鹹 那這個鹹呢是本店招牌 它是鵝肝鵝肝 然後鋪的是用咖啡酒來鋪 但因為是鵝肝走的是法式風格 所以我猜這個豆子應該也是法式烘焙 重烘焙的豆子這樣子 首先先來問問看這個咖啡酒 這個就是法國嘛 講了這麼多就為了這一刻乾杯 好不好喝 嗯 荔枝 對不對很荔枝吧 我手機的荔枝果汁 是不是那個 我又忘記要什麼 玉和巴 喔玉和巴是不是 玉和巴 就很濃郁 奇怪 我是不是喝醉 我一直很想講文山包種茶 剛剛我們在二樓等了大概一兩個小時 有吧 現在我們要上到三樓 這是一個世界地圖 你想要進去的話呢 你一定要按對號碼 才可以 小哥哥來示範 請開門 你按哪 沒錯就是按十號 你看這個 已經按越來越多 就已經糊掉了 就是按這裡 三樓同樣也是一個密室 但由於這邊強調的是 燈光美氣氛家 不允許其他的人上雜的手機閃光 他們都會抗議 所以只能用這麼灰暗的方式 來跟大家聊天 這個這家店叫做 按照目前的資料 西亞都前十名的酒吧 然後它是隱身在一個老宅裡面 老宅乾裝的 很掌揚器 不得很掌揚器 然後看到很多上面的朋友介紹說 如果沒有熟人帶你來的話 完全會找不到地方進來 完全就是屬於密室型的 也許下次你來上海的時候 可以來一下 它在復興中的這樣 復興中的這樣 三樓的飲料就不一樣了 大人的 這個據說口味是跟東英公差不多的 這真的是東英公 你也看到什麼 這是辣椒 是真的辣椒 是真的辣椒 唉唷 不曉得感覺如何 哦 它連味道真的是 真的是東英公 哦 感覺應該在泰國在吃這個 應該要配個麵的感覺 東英公的味道很濃 但是酒的味道還好 算是蠻順口 可以 蠻香的 後面味道後進蠻香的 這個 它會燃燒肉桂粉 帶來一些香氣的辣椒 哦 哇 這燒完了 這是點火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 希望聽到你們的 哇哦 所以它是燒肉桂粉 增加一些香味就對了 它有些香料的香味 哦 了解了解 都說夜上海夜上海 今天我們來體驗真正的夜上海 我找到了一個夜店達人 要來幫我們開箱一下 晚上的深夜的上海的夜生活 會長什麼樣 歡迎 小豪同學 好 我小豪 我小豪 帥哥小豪 在上海生活多久 在上海四年 四年 都在搞夜生活 對 喜歡玩夜生活 喜歡玩夜生活 好啊今天幫我們開開眼界 對 在一起玩啊 上海 最好玩的夜店 現在我們這個地方 叫做 上海的酒吧一條街 兩側都是 這在哪一區啊 這到黃埔區 黃埔區 黃埔區 對 黃埔區 這邊到158 158 所以我們要去很厲害的夜店在裡面 對 怎樣的厲害吧 上海做最牛市的夜店 一路走過來 我覺得光從外表的裝扮上面 就看得出來 我非常的格格伯伯 就是大家 沒聲音 翻翻失憶 翻翻失憶嗎 對 目前為止 大家都適當 很隨便 然後很有型的 捏頭風格 對 所以我一個好像 公務員打扮的人 出沒在夜店區 不要是你臨時被我抓來啊 我毫無準備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到了嗎 對 到了 上海最厲害的 T-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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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OD HOOD 好 那請帶路吧 哇 光是這走道就 夠夜店風了 是不是 各位有沒有聽到眾音樂 這邊就是 裝修比較 工業風 工業風 然後 就 美國嘻哈 就是 好玩一點在哪邊啊 好玩一點就是 正美很多啦 可以 這個很重要 對對對 大家比較 比較real一點 比較real一點 好喔 金 桌邊商品 還有 只有 夜店有出桌邊商品 帽子 皮水毛巾那些 太誇張了吧 找一個品牌的方式在做夜店 好 我們來到了 這站入口了吧 對 好 入口 完蛋了 待會進去聽不到什麼 就聽不到吧 因為你知道夜店就是這麼的嗨 哇 你看我們的小丟丟馬上被搭訕 夜店就是這樣 哇 夜店就是這樣 哇 這什麼地方 這是 一個包房 KTV 可以唱歌的地方 喔 外面玩類還可以進來唱歌 哇 好酷喔 第一次是到夜店裡面還夾帶的KTV這樣 上台都流行 夜店裡面都會做這種唱歌的包房 喔 那 可以玩在裡面玩 然後也可以出去玩 這樣子 那我可以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嗎 對 通常這邊的假設會怎麼樣 嗯 桌貨通常都在 兩萬里的地上下 一個晚上哪 喔 一個包房是啊 兩二人的地上下 櫃椅有房 給我們啊 有說一萬五 像是一萬五 就是平均站 平均站 平均站 這可不可以說 我包 我都是蹭別人的 哈哈哈哈 就像我今天蹭他 是一樣的道理 真的 OK 來上台交朋友很重要啊 真的交朋友很重要 有號碼嗎 這個 到這邊找我 聽說這一家夜店很厲害 怎樣的厲害嗎 因為你會練王家的 HRB 都來這邊玩 很多 很多明星會來 很多外國人也會來嗎 對 就是這邊也有一些外國人厲害的 就來把 老師歌手 嘻哈歌手都來這邊表演 上一個 很直表現的地方 玩嘻哈夜店的人 可以看說 必來就對了 很多玩嘻哈夜店的人 必來就對了 歡迎這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請咬咬的水 可樂 請握 請咬嘴 好 請咬堂